为了鼓励更多孩子来阅读 花莲市立图书馆征选了7位儿童 在市长威家贤代理之下 前往了成品书店选书 要作为4月份主题书展的书籍 现场也有长年推动阅读写作的韩丽莲老师 引导孩子们分享推荐心得 而活泼有趣的选书过程 让参与的学童和家长都收获良多 花莲市立图书馆以征选方式 开放学童自由报名小小选书员活动 最后征选了1到6年级有7位学童来担任选书员 成品书店店长舒一新也介绍书店书籍的位置 接着由韩丽莲老师来说明活动规则 指导小朋友们如何抓住一本书的特色 截取重点 也要在5分钟之内说出吸引人的内容 而市长威家贤也陪伴孩子们一起来挑选好书 介绍给更多其他的孩子来阅读 花莲市公所市立图书馆 跟我们远东百货的成品书店 一起来办小小选书员的一个活动 我们甄选了几位孩子号 一起到这边来做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希望借由喜欢阅读的孩子 挑出来的书 如果在我们花莲市立图书馆 没有的书 我们来做一些增长点长 那也在之后会办一系列的一个 书展的活动 那我们真的希望培养孩子的阅读力 也希望每一个孩子喜欢上阅读 阅读就是知识力量的开始 那我们诚心的希望更多的家长 能够陪孩子阅读 陪孩子成长 让我们孩子有更多丰富的想象力 随后市长和小朋友们 就一起投入了选书工作 每一位选书员可以挑选五本书 并且介绍其中一本最热切想推荐的书 完成任务之后就可以把书给带回家 你喜欢看什么类的书 理财 你喜欢看理财的喔 那你今天想推荐的书会比较超哪个方面吗 理财跟运动 理财跟运动 你喜欢这些东西 我看有趣的书 有趣的喔 比如说是什么 故事书吗 就是一些比故事书再多一点字的书 科学 科学喔 哇哦 你喜欢科学啊 接着小小选书员也上台推荐选书 小朋友们落落大方的 以童言童语介绍他们所选的书籍 有推理类的建筑艺术类 还有魔法、侦探、科学、文学等多元类别书籍 而这些书籍都会陈列在 市立图书馆的儿童书展专区 让民众来解阅 介络会欢视报道